一飞前卿天下 作者 长久 颇奖 糖醋马蹄酥 一百八十章 三天 王爷也不容易 林初九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 他醒来时 人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 房里还有两个陌生的丫鬟 那两个丫鬟见到他醒来 高兴地大叫 王妃 你终于醒来 真是太好了 秋席 快 快去告诉王爷 王妃醒了 另一个脸蛋胖乎乎的丫头 脆生生地印了一句 转身就往外跑 隔着房门 林初九还能听到他欢喜的声音 王爷 王妃娘娘醒了 原来 萧天耀还没有搬出去 而且还住到他隔壁来了 真正是叫人讨厌 林初九发现自己醒来关注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萧天耀还住在他院子的事 不由得苦笑 他果然永远关注不到重点 林初九 林初九合上眼 缓了缓神 见那丫鬟站在床前一动不动 只得主动地 给我一杯水 是 王妃 留下来的丫鬟叫春喜 瓜子儿脸 柳叶梅 是个大美人 不过 做事却很爽利 给林初九倒了水不说 还贴心地拿了一把小勺子 王妃 吴大夫说 你伤得太重了 不能起身 奴婢 喂你可好 林初九自知自己的情况 他绝不会逞强让自己吃亏 点了点头 毫无负担地享受丫鬟的服饰 一杯水喝下 稍稍缓解了喉咙的干渴 可还不够 丫鬟不等林初九说 便又倒了一杯过来 细心地一勺勺喂给林初九喝 等到第二杯水喂完 吴大夫来了 我听王爷说 王妃醒了 是不是真的 人味道 生鲜道 吴大夫还是这么的有活力 丫鬟春喜忙转身道 吴大夫你轻点 王妃刚醒呢 知道 知道了 人醒了就好 吴大夫听到林初九醒了 别提有多高兴了 将药箱一放 就走到林初九面前 王妃 你怎么样了 吴大夫自来熟地 拉过一个凳子 坐在林初九床边 林初九动了动胳膊 痛苦地道 不是很好 他的伤口疼得厉害 这样可不行 哎呀 怎么不好了 我看看 吴大夫心急了 忙给林初九把脉 片刻后才道 还好呀 没有发热 只是失血过多 身子虚 这个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嗯 林初九不用检查 也知道自己的情况 只是 他的伤口还很疼 不过 这个问题 吴大夫可能解决不了 林初九问道 我昏迷了多久 三天 你整整三天没有醒 王爷都快担心死了 为了你的伤 好几天都没有合眼 吴大夫想到萧天耀 为了照看林初九 一连两天都没有合眼 都不知该说他活该 还是说他也不容易 是吗 林初九唇角清扬 嘲讽地道 我现在醒了 没有死 王爷是不是很失望 吴大夫眼神闪烁了一下 有些不自在地道 你 你说的什么话 你醒来 王爷才是最高兴的那个 他总觉得 王妃好像知道了什么 也是 林初九点头 他确实是该高兴 如此 并不用愧疚了 左右 没死 不是 就如同福安公主 设计陷害他一样 反正他没有中计 没有受损 是不是 吴大夫可以肯定 林初九心里 什么都明白 不由地叹气 哎 王妃 你这样叫人看着心里不舒服 人哪 糊涂一些 反倒幸福 什么都看明白了 活得多累 不舒服 你们有什么资格不舒服 我才是那个有资格 说不舒服的人 林初九眼眶泛起雾气 却倔强地不肯让眼泪落下来 王妃 这事儿 这事儿也不能怪王爷 王爷 他也难哪 吴大夫心里堵堵的 不由地为萧天耀说了句好话 这件事 林初九要是放不下 想不开 他一辈子都会难过 我知道 我不怪他 我只怪我自己太笨 傻傻地被人利用了 还不自知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可吴大夫却高兴不起来 林初九这神情 哪里是不怪 明明就是嘴里说不怪 心里记着愁呢 算了 这事儿我一个外人 也插不了手 吴大夫自认是个笨的 这种伤脑筋的事 还是留给聪明人去解决 王妃 我给你看个伤口 顺便换药 林初九也不想和吴大夫说萧天耀的事 轻轻点头 好 吴大夫一大把年纪 没啥好顾忌的 林初九早就习惯 大夫与患者的相处方式 虽然现在自己是患者 可林初九依旧不觉得别扭 剪掉绷带露出缝好的伤口 吴大夫用消毒水 吴大夫用消毒水将上面的药洗干净 然后让林初九看 王妃 你看看 伤口恢复得不错 已经没有红肿发炎了 很快就会长出新肉 恢复得不是不错 只是 缝得这么难看 吴大夫和他有仇吗 林初九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看着吴大夫 无声地控诉 东一针 西一针 还有几处没有缝和紧 吴大夫这是拿他的皮肉当布 随便戳嘛 吴大夫一脸尴尬 不好意思地道 这个 这个 第一次 难免难看一点 不是一点 是非常难看 难不成 他要顶着这么丑的疤 不一辈子 你要觉得难看 等伤好了 让王爷去宫里要摆花糕 那个去疤极好 你只要涂上一个月 保证一点疤也没有 吴大夫极力推销摆花糕 同时 不着痕迹地为萧天耀制造机会 可惜 林初九伤的是胸口 不是脑子 穿上衣服就看不到了 没事 你换药吧 被软软地打了回来 吴大夫颇为郁闷 可见林初九冷着一张脸 吴大夫也不敢多言 老老实实为林初九换上药 王妃 这几天 你就躺在床上好好休息 我就不给你缠绷带了 吴大夫所说的缠绷带 是绕过林初九的背后 缠上数十圈 之前就是这么缠的 不 缠上 林初九左手撑着床 坐了起来 躺在床上不用动 完全不需要缠绷带 吴大夫极力劝说 就差没有说 林初九浪费绷带了 需要 我今天下午 就要回林府养伤 你现在必须给我缠上绷带 林初九不容商量的到 吴大夫则傻眼了 王妃 你 你说什么 你要回林府养伤 我是不是听错了 不是吧 就林府那个鬼地方 王妃回去 能安心养伤吗 不对 王妃宁可回林府那个鬼地方 也不肯在王府养伤 王妃她 她 对王爷就这么不满 本章 完